每时每刻爆点你想要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软妹 目前西班牙一家苹果零售商贴出的图片显示 苹果的确准备了10.5英寸的iPad Pro 另外它的其他配套保护外设都已经准备就绪 消息显示就等这个月正式发布了 美国媒体也给出消息称 10.5英寸iPad Pro将会是该系列的旗舰产品 其外形将会跟iPhone 8一样全面大改 采用机窄边框 去除Home键大幅提升屏占比 整机外观设计会相当惊艳 另外10.5英寸版本iPad Pro摄像头将会进行升级 预计会配备1200万后置摄像头和500万前置摄像头 支持Leave Photo和4K屏幕录制 从之前曝光的叠照来看 它会是双后置主摄像头 拍照功能将大大提升 此前消息苹果接下来的发布会 还会推出升级版的iPad Pro 2 低价版的9.7英寸iPad Pro 共计三款新的iPad 以及一款iPhone SE二代 至于发布时间 目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将推迟到4月份 具体考虑到苹果总部 Apple Park将在4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届时发布会在Apple Park召开 会更有纪念意义 没有Home键的第一款iPad终于要来了 大家有没有小小的期待呢 好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 OK我就抱抱不干别的 我们下期再见咯